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格里菲斯天文台 它位于洛杉矶市中心西北方向的格里菲斯公园的山顶上 是洛杉矶的标志性的建筑物 也是洛杉矶颇具盛名的景点之一 同时呢 它也是洛杉矶的文化象征 它与好莱坞山是遥遥相对 站在格里菲斯天文台的山顶 既可以清楚地看见好莱坞山上九个白色的英文字母Hollywood 也可以远眺洛杉矶的高楼大厦 欣赏洛杉矶的璀璨业境 格里菲斯天文台是世界上知名的天文台之一 它在1933年建成1935年起呢 对公众免费开放 包括各个展厅以及一个电影的放映室 天文台的展厅当中呢 有许多天文物理方面的科普知识还有图片 那么天文台的顶上呢 还有一座巨型的天文望远镜 供民众和游客免费来探索群星的奥秘 格里菲斯天文台地处山顶 也是鸟看整个洛杉矶的绝佳地点 周围的山呢 还可以供游人来徒步旅行 黄昏的时候呢 格里菲斯天文台是尤其的美丽 能拍摄到令人惊艳的日落景色 入夜之后呢 还可以在天文台上欣赏繁华璀璨的都市夜景 此外呢 格里菲斯天文台呢 时常会为游客们来提供一些免费的公共活动 因此呢 是非常值得一游的 威尼斯海滩是洛杉矶风景最棒的海滩之一 同时呢 也是户外运动的圣地 每年夏季呢 威尼斯海滩的人气就会突然的旺盛起来 诗人画家嬉皮士伸手绞结的滑轮高手 还有青春朝气的自行车骑手 形形色色的街头艺人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是络绎不绝 在这里 人们可以一边欣赏各种街头表演 一边感受海滩美景 海滩边上呢 有许许多多的特色的精品店 是游客们淘宝的好去处 沿着威尼斯海滩的滨海战道游览 沿途可以看到溜冰场 儿童游乐区 篮球场 艺术画墙 喷泉 园艺 自行车道 滑板场 以及是室外的溜冰场等等 这里有完善的休闲设施 值得携全家一同来此度假 洛杉矶的天使铁路也是不可错过的小众景点 全长大概是99米 沿着有坡度的山丘而建 被称为世界上运营里程最短的铁路 天使铁路呢 早在1901年就开始运行 到了1996年 天使铁路呢 首度是变成了观光项目 并且呢 由于独一无二的乘坐体验 和周边别致的风景很快 成为了洛杉矶的特色旅游项目 并且呢 在2000年被列入 美国国家历史遗迹名录 此外呢 因为天使铁路很独特 上百部的影视作品都曾经在这里取景 爱月之城的结尾之处 男女主角的幻想之吻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爱月之城呢 爆红之后 天使铁路也是成为了网红打卡的圣地 整条铁路呢 如今都已经是经过翻修 城隍和黑色相见的复古车身极为亮眼 穿梭在山坡的住宅群里成为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列车在每天上午的6点45到晚上的10点之间开放 那么单程车票呢 仅售一美元 由于通行的距离很短 只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甚至是车子还没有坐稳就已经到达终点了 所以呢 不少的朋友去了都只是拍照打卡 感兴趣的话呢 就不妨去试一试 对面呢 就是大中央市场 打完卡呢 还可以去尝尝小吃 好莱坞星光大道也被认为是洛杉矶的必游之地 是洛杉矶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好莱坞的星光大道建于1958年 是一条沿好莱坞大道与腾街伸展的人行道 上面有2700多颗追近名人的新型奖章 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在星光大道附近呢 还有著名的TLC中国大剧院 以及每年举办奥斯卡典礼的杜比剧院 游客还可以与各种的电影人物形象来合影 每年呢 会吸引了上百万的游客来此一游 总之呢 好莱坞星光大道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 不论是对于影迷还是一般的游客来说 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 洛杉矶有很多一流的博物馆和艺术馆 它们不仅仅是艺术的殿堂还是建筑地标 作为洛杉矶当之无愧的网红美术馆 布洛德博物馆的Broad Museum 独特的设计呢 令人是过目不忘 那么馆内有众多的知名现当代的艺术家的专题展 比如是安迪 沃霍尔 还有罗伊 利希腾斯坦 还有村上龙 草菅尼生等等都很有观赏价值 博物馆最受著名的这个展品呢 就是草菅尼生的无限净污百万光年之外的灵魂 它是2013年艺术家利用镜子和水 并配合灯光明暗闪烁 营造出如浩瀚银河般的无限空间 令人非常的震撼 虽然是门票是免费的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往上来预约减少等待的时间 正莫妮卡的码头也是洛杉矶的标志性景点之一 它是一个集游乐设施 商店 餐厅 还有娱乐场所与一体的海滨娱乐区 传奇的66号公路的终点 颇具情调的步行街 让这里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洛杉矶最浪漫的地方 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将这里作为拍摄地 在莫妮卡的码头呢 开设有众多的酒吧 还有咖啡馆 这里鲜嫩可口的海鲜 也是令诸多食客趋之若鹜 每到节假日 各种的小型演唱会 还有舞会会轮番上演 整个码头都会变成欢乐的海洋 大布雷亚利青坑博物馆外面的天然利青坑 是许多化石的挖掘地 虽然是进入了化石博物馆需要缴费 但是在外面看看利青坑的奇观 和生动的动物雕像是完全不要钱的 利青坑在阳光和温度的作用下呢 会偶尔冒出泡沫 非常的有趣 相信孩子们会为这神奇的景象所吸引 此外呢 博物馆外的草坪是宽敞而舒适的 是野餐的绝佳之地 也可以带上家人和朋友在这里享受一顿美好的野餐 盖地中心一直是洛杉矶的零富贫的景点 不收门票 不收导览费用 它主要包括非常现代化的美术博物馆 艺术研究中心和一所漂亮的花园 盖地中心博物馆是全美每年访客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陈列着大量的古希腊的和罗马的艺术品 其中的镇馆之宝就是梵高的原委画 盖地中心的外围也同让令人惊艳 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品 庭院面积广阔 设有喷泉 凉亭 还有巨大的中央花园 此外呢 这里也是俯瞰洛杉矶的绝佳地点之一 来到这里呢 既可以欣赏人文之美 又可以享受自然之美 因此呢 非常值得游览一番 我们的网友啊 如果还有别的景点推荐呢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在评论区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落成焦点频道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七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下期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你是唯一的支持 你的支持 建训 Ref dads 我们在着 inspection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